水不是水 乳不是乳 化妝水跟乳液都不是你想像中的质地了 最新省水省乳 让你保养有感 润则有效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最近有很多化妝水擦起来 它就不是单纯像水的质感 乳液擦起来也不像传统乳液那种 有点厚重的感觉 那我今天就介绍六款最新的化妝水跟乳液 一般大家都知道化妝水擦起来 就像擦水一样有清爽的质感 它主要的功能是再次清洁肌肤 跟就是调理我们的角质 那我们擦完化妝水 皮肤上面会有湿湿润润的感觉 可以让后续的产品比较好吸收 可是最近我发现有蛮多化妝水 它就是不是那种很清爽的质感 反而是那种很浓稠的凝露水 不管化妝水看起来是那种浓稠质地的凝露感 或者是擦起来有种润润的湿润感 那这种化妝水 它其实是结合化妝水跟精华液 如果你想要保养简单有感 省略步骤 不妨可以试试这种浓稠型的化妝水 雅诗兰黛白金级急萃复活花蜜凝露 花蜜系列啊 是雅诗兰黛顶级产品中 最容易入手的一个系列 这一瓶凝露水啊 就是说如果你有保湿跟违抗老的需求 它这个一定可以非常的满足你 那这个凝露水 前一阵子做一个成分上的升级 它里面呢 利用到喜马拉雅山上的龙胆花萃取 那龙胆花萃取啊 它其实是生长在喜马拉雅山上面 那里空气吸薄啊 而且水分非常的少 那你就知道龙胆花有多厉害了 它有非常好的除水跟锁水的功能 所以这一瓶凝露水 可以在你的皮肤上 形成很好的保水膜 如果你是那种肌肤很干的干美眉 绝对需要它 它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一般的水 可是你倒在手上啊 它不像是一般的水 这么的清爽马上流下来 如果你使用的时候 我自己是习惯像这种比较滋润型的化妆水 我就不用化妆棉了 因为它就是使用完非常的润泽 它在你皮肤上面擦完之后啊 就好像会在你的皮肤上面 形成一个保水膜 它有一点点就是黏黏风润的感觉 可是又不会太厚重很不舒服 然后皮肤表面上就是很柔软 你单用这个凝露水 其实它的保湿效果就会非常好了 瑞士的法梦啊 其实在贵妇圈蛮有名的 而且是那种很低调的贵妇 或者是喜欢寻找那种小众 精品牌子的一个保养品 应该都会知道法梦 那法梦的这一瓶新的凝露呢 它们其实也是利用到西伯利亚的寻鱼 那一般的鱼籽其实就是母鱼嘛 就是它们的鱼软 可是呢这个它是利用到 鱼鱼里面的精子 从精子里面萃取出来一个成分 它其实对于抗老啊 还有肌肤的保湿 让皮肤有弹性非常非常的好 这瓶金色的超导凝露啊 如果在使用步骤上面来看 它应该是在化妆水之后 精华液之前的这个步骤 那如果啊你不想要使用太复杂 其实你用这个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这个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凝露挤出来啊 是一种乳液状的感觉 它其实是里面用到了一个 超导的精乳技术 所以它其实非常非常的细致 你一涂抹的时候 它就立刻会化成像水一样 你看就变成透明了 所以你擦完之后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水感 可是它的润泽感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味道是属于一种 木质的花香调 所以这瓶超导凝露啊 它可以取代化妆水跟精华液 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简化保养 又高效保养的一个选择 躲墨利扣保湿液 躲墨利扣啊不知道对大家来说 是不是一个很神秘的品牌 因为它没有设专柜 可能都是要透过电话订购才知道 那最近啊 因为我常用这个躲墨利扣产品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产品 也非常值得介绍 一直以来大概几十年来 都是只有八个品项为主 那它们在去年也升级了 升级版的躲墨利扣 它加了台湾的蜜香红茶这个成分 那据说蜜香红茶 对肌肤的修复能力非常好 那所以它们就是利用这个蜜香红茶的成分 还加了很多脂脆呀 胶原蛋白 所以它们针对一些肌肤老化 松弛跟一些皱纹 有很好的改善的效果 躲墨利扣的这个保湿液啊 其实我最近真的是用掉两瓶了 那我觉得这一瓶也让我非常觉得 哇 用完之后皮肤超滑超软的 那这一瓶啊 也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很清爽的化妆水 因为它真的还质地还蛮浓稠的 它还是就是擦起来很像 你在擦一种很柔滑的一种乳液 或者是很清爽的油的感觉 那它其实擦完啊 它的皮肤啊就很柔软 它里面加了很大量的玻尿酸 那你知道玻尿酸它其实就是一种有点浓浓的质地 所以擦完之后你的皮肤就有一点点 弹润浓滑 然后呢你擦完之后你可以轻轻地按压 它就可以深入你的皮肤 达到一个深沉保水的一个作用 那它里面呢还添加了胶原蛋白 它可以让你的皮肤长时间保持一种柔软弹嫩 而且这个保湿液啊我也会擦在我的眼周 其实它的眼周完全没有关系 而且可以改善我的肝纹 所以我觉得这个化妆水真的很值得推荐 刚刚介绍的这三瓶化妆水啊 就是我说的省水 其实呢它就是结合化妆水跟精华液 如果你想要就是比较简化保养步骤 其实选择这样子的省水是很好的选择 那前一阵子啊我也采访过一个皮肤科医师 她说现在女生啊真的很喜欢 很多步骤的繁复保养 都觉得我的皮肤就是有问题 所以呢我就要用很多产品来解决我的皮肤问题 殊不知其实你用了很多繁复的保养程序 皮肤没有改善 反而皮肤一直受到一些敏感跟刺激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改善皮肤状况 所以如果你简化你的保养程序 说不定你的皮肤状况就会好了 接下来呢我就介绍三瓶修护乳 那修护乳也是我所谓的神乳 因为它们是结合了精华液跟乳液 也可以帮你简化所有的保养程序哦 Jojo Armani黑药盐新生奇迹修护乳 Jojo Armani的黑药盐系列啊一直是大家的梦幻系列 因为它里面啊用到了黑药盐的成分 里面有一些皮肤所需要的矿物质 这一瓶我觉得蛮特别 因为它定位在修护乳也就是它们的乳液 也是业界首创的水乳液的一个质地 那这看上去啊它就是一个白色的水嘛 可是它利用一个微米的一个技术 就是它把这个乳液的分子非常非常的小 把它微米化 大概只有一般乳液的五十分之一 这种微米的分子 所以它就已经像水一样了 然后它接触浮温变成乳液之后呢 擦完在肌肤上面 它就会在肌肤上形成一个保水的一个薄膜 它对于一些敏感肌啊 或者是一些皮肤容易出油 可以达到油水平衡的皮肤 都有很好的修护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水状的乳液 亚洲女生在夏天应该都会蛮爱的 Tom4完美肌肤R系列渗透精华乳 它们在前年啊 出了R系列的一个乳霜跟精华液 那今年呢就推出了比较基本的化妆水跟乳液 那我这一瓶修护乳啊 其实是它们最新推出了一个渗透乳 Tom4的保养系列啊 其实是以那个急速 马上就看到效果而有名 那秘密就在于 它们里面有一个配方 叫做神秘的75号配方 那听说这个配方啊 是他们的那个Tom4 大概跟雅诗兰黛集团 要一个研究团队 就研究了很久 那这配方里面啊 利用到了一个就是 产量很稀少的白瓷可可 还有日本的绿茶玉露 就是比较抗氧化的效果很好 跟高浓度的咖啡因 所以这三个成分组成它们的明星成分 可以让很疲累的肌肤 马上瞬间恢复活力 那使用起来 其实虽然挤出来 它虽然看起来是一般传统的乳液质地 可是它推起来 你看就马上就变成有点半透明的水溢状 肌肤非常非常的好吸收 那除了它的舒敏症静舒缓的效果非常好之外呢 它里面其实还加了一些乳酸菌啊 或者是海藻翠菊 还有玻尿酸 所以一听到玻尿酸你就知道 它可以立刻给你肌肤满满的营养的水分 所以皮肤看起来会非常的有光泽效果 Bobbi Brown冬虫下草修护精华乳 大家最熟悉就是Bobbi Brown的一个冬虫下草的粉底液了 那它们今年啊就推出了一个修护乳 它除了冬虫下草之外 它其实还添加了人参跟灵芝 我觉得应该就是肌肤的一个大补帖了 那这一瓶啊是结合了精华液跟乳液 如果你是喜欢简单保养的人 其实用一瓶就可以搞定 那这瓶精华乳啊 它的质地真的很轻盈 像你看它的这个噴 它的这个瓶口 一般的乳液它的瓶口都比较大 那它这个乳液的这个瓶口这么细小的口 那挤出来啊 它其实是一个浓稠的一个乳液状 可是其实一擦起来你也会觉得非常的清爽 那它里面啊在擦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非常的滑润 它里面啊加了那个酪梨油的成分 所以可以在你皮肤上面提供很好的保湿效果 跟一个很好的一个水纸膜 所以可以让保护你的皮肤的表层 有点风润的质感 最后提醒你啊 如果你没有办法一下子把你的步骤 减少到很单纯的步骤的话 那你使用我刚介绍的这些省水跟省乳 你可以用少量多次的方法 就是呢你一次保养的时候 你就是可能是重复涂抹三次 比方说这个凝露水就擦一次 再擦一次再擦一次 就是少量多次 其实这个方法就可以让你的保养的效果更好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保养彩妆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 كم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